Hello 那希望大家还是把这个签道打在屏幕上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Hello 今天刚下过一场 昨天刚下过一场大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 然后有很多铲雪车在我们家这个附近 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呢 就是使用了这个大疆Pocket 2有三个多月了 那想跟大家具体聊一下就是 我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使用感受 当然中间和他们的这个售后上有一些不愉快 那当然撇开这些不谈的话 这款产品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那我今天的话会分几个方面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这个大疆Pocket 2的一些新的功能和升级的地方吧 那首先的话这台机器作为一个Vlog的机器 是非常好用的 不好意思 在雪地上走路是会势必有一点喘 抱歉 那平时你作为Vlog拍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头的这个角度是很宽的 那所以你拍出来的话就是视角会非常的广阔 那这是作为Vlog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收音的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我领口有别着他们这个无线麦 然后它上面也很贴心的有一个这个防风罩的这样设计 就比如说现在今天的风速大概是在28公里每小时 那所以其实你应该正常情况下 会听到这个话筒会有这种呼啸的这种风刮过的声音 但是你戴上这个无线麦之后 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就算是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这个雪有一点太厚了 我得走到人行道上去 那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 其实收音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就不光是无线麦了 如果你不用无线麦的话 它的这个四面环绕的这个收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之前的视频也跟大家做过这方面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它这一次升级的这个关于这个慢镜头的拍摄 那之前的话第一代osmo pocket的话 它是有支持这个四倍的这个慢镜头播放 那到了这个pocket 2的话 它的FHD模式下它的这个慢镜头可以最大 大到这个8倍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这个DJI POKE 2的话在这个对焦上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 就是第一代的话的痛点大家应该有感受过就是 切换这个近远景的时候想去做这个对焦非常的慢 那这一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焦就非常的快速 另外要谈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移动延时的这个问题 那移动延时的话 那移动延时的话现在大家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那给人的这个纵身感以及这个临场感是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效果 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用这个pocket 2跟大家演示一下 关于这个动态延时的这个效果 那关于这个延时摄影的这块的话我也准备了两个小片 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白天的这个延时摄影的效果 另外的一个是这个夜间的延时摄影的效果 那白天的延时摄影很简单 就是一般模式就可以 那晚上的延时摄影效果的话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你要拍出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光轨的这种感觉的话 有几个参数你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你使用了长曝光之后比如说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关于晚上这个延时摄影 我当然会把这个参数放在这个屏幕下面 但是大家可能要去购买的就是关于这个ND滤镜的问题 ND滤镜如果你买到64的话就比较好的效果 那因为你比如说在比如说4到5秒或者是6秒 这种长曝光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用ND滤镜的话换拍出来会过曝 就即便是晚上都会是非常亮的 那如果你有ND滤镜的话你把这个曝光时间拉长 那你可以得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路上 高速路上可以看到这些车的这个轨迹 是很漂亮的一个效果 那就大家要考虑一下去购买这个ND滤镜的问题 另外的话就是关于它的这个云台的三种模式 那有跟随模式 那有FPV模式 FPV模式的话就是不管你这个云台怎么动 就你的手怎么动 它的云台都是跟着你的手的这个方向动的 再来就是这个锁定模式 那锁定模式的话就是你的手不管是上下动还是左右动 它的云台都是保持一个锁定的这个方向 它的地平线不会跟着晃动 这三种模式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就是关于这个镜头的切换 就大家拿到手之后我有收到一些评论 就大家说我拿到手之后它的这个云台 怎么让把它才能变成自拍或者变成这个翻拍的这个效果 一定要从设置里面去做吗 其实不用 那这边要做的其实你只是需要快速的按三下 这个录制按钮旁边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快速的切换这个自拍或者是一般拍摄模式了 另外的话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它的这个跟随模式 那比如说你自拍的时候 它的这个摄像头是一直跟随你的这个脸部的移动的 比如说我这样歪 它的这个摄像头如果跟着你的脸这样左右动 你不会丢失这样一个跟随这个人物脸部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另外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智能跟随 就是比如说你在拍一些物体的时候 那你只需要在这个屏幕上去框选这个物体 那它的摄像头也是会跟着这个你要拍摄这个主体的这个移动方向去跟着移动的 那大家可以具体可以看一下 那跟大家介绍这么多的话 大家应该对这个产品有一定了解了 那就是相比第一代的话 这台产品提升真的是非常大的 就光是这个广角就叫这一点 我都会去买它 因为脸实在太大了 就是没办法 这个是物理伤害 另外来讲的话呢 这台产品的话就是很多方面 比如说它的这个画质画素上面 都是有很高的一个提升 包括它的这个感光元件也提高了不少 那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照相的这个拍摄 因为它的话一般我们手机的这个拍摄效果是1200万的这个像素 那可能现在手机会更高 那但是Poke 2的话它把这个像素拉到了6400万 就是尽可能去裁券你的画面最后你得到的这个画面还是一个可用的一个效果 希望这一期节目大家看完之后也会对你就是要不要去购买这台产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那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这款产品的 就是各方面的提升也好 还有它的这个拍摄的素质也好 都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那要怎么讲就是像这种天气比较冷的那种天气 我是一个不是很爱戴手套的这么一个人 那如果你要让我这个天气带着这个单反出门的话 我会觉得很麻烦 就是哎呀很大一个就不好操作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选择戴Poke出门 而且我觉得戴Poke出门的这个频率比我带单反出门的频率要高很多 就非常简单方便拿出来一秒钟开机就可以直接拍了 那单反的话拿出来还要很多参数要设计 觉得会非常麻烦 那所以看大家怎么一个需求吧 那比较懒的人像我这种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你应该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产品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